飘洋过海来爱你 每个人心里都有一段不为人知的故事 我儿子家乡 他跟一般的小孩不太一样 以前我都不敢跟大家说 我有生一个这样的小孩 我觉得很丢脸 我觉得他很后悔 为什么当初我会这样想 那天在安养院 那个阿嬷给我吃的 我就觉得很感动 为什么婆婆拿那么多给我们家 我就觉得很烦 是不是我的问题 我想跟你们说对不起 我知道我不是好媳妇 但是我想改 你们可以叫我吗 我觉得那种把心里的苦禅 倒树来的感觉 我真的很幸福 勇敢放下心里的执着 学习做一个更好的人 飘洋过海来爱你 周一至周五 晚间八点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